嘿,大家好,欢迎回到Exiton 伊隆·马斯克这个人呢 他实际上一直是一个被人们低估了的人 比如当他说要把电动汽车推向大众市场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嘲笑他 当他说要把卫星送上太空的时候 人们也是在嘲笑他 当他说他可以让火箭垂直降落 并且回收在利用的时候 人们还是在嘲笑他 那么现在想一想 他有没有可能彻底的淘汰现在的航空业呢 毕竟自从1937年 民航飞机取代了齐柏林飞艇之后 就已经过去了80多年 民航业不但没有颠覆性的发展 每年还在产生9.15亿吨的二氧化碳 这对环境爱好者来说 简直是不能忍的事情 那么既然特斯拉获得了成功 挑起了新能源汽车的热情 同样的事情 能不能在航空业复制呢 也就是用电动飞机取代传统飞机呢 这点应该不在马斯克的计划当中 因为还不够颠覆 首先电池的重量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马斯克曾经说过 电池需要达到400瓦时每公斤的能量密度 他才可能用一位飞机供电 而目前最强的电池 是松下的2710电池 它的能量密度是260瓦时每公斤 用在特斯拉的Model 3上面 要达到400瓦时 估计还需要3到4年的时间 另外从马斯克目前的商业布局来看 也没有看到他在电动飞机方面有什么动作 不过最有可能颠覆民用航空的 反而是马斯克现有的一项技术 这项技术并不是对航空业的革新 而是彻底的消灭 让现在这个速度又慢 污染还很大的民航飞机 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 就像当年民航飞机取代飞艇一样 这就是他的新建 Starship 我们对新建的了解就是它是用于把我们送到火星上去的 但是新建的装载量超过了100吨 在火星刚开始开发的时候 实际上不管是人还是设备 我们都不会运太多的过去 所以移民火星实际上用不了几艘新建 那这样是不是就显得马斯克他投入产出比不合适了呢 但是如果把新建同时用来垄断长途航线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地球大气层外面最近的轨道叫做禁地轨道 大多数的卫星还有国际空间站都在禁地轨道上运行 国际空间站的运行速度大约是27,576公里每小时 那这个速度是什么概念呢 比如从北京到纽约 航线距离是10,991公里 一般直飞时间是13个小时左右 要是转机那就得一天多了 但是按照禁地轨道的速度 只需要40分钟就能到达 所以如果Starship它在任何天气都能正常的降落 而且不会爆炸的话 那么它可以从纽约点火进入禁地轨道 飞行一段时间之后再返回大气层降落在北京 整个过程它有可能就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完成 这个才叫颠覆性 它不但把旅行时间缩短了10倍以上 还让你体验了一下飞上太空的感觉 如果仅仅是把飞机的动力从内燃机改成了电动机 而飞行速度并没有很大的改善 那只能算是革新而不是颠覆 如果技术没有问题 那么关键的就是价格了 如果做一趟火箭需要花几十万上百万 那就跟我们没啥关系了 虽然马斯克没有透露他以后的新建的票价 但是咱们可以先估算一下 马斯克说过 他的目标是每一次发射的费用控制在200万美元 他还说过 新建在禁地轨道的有效载荷能够超过100吨 那咱们就按照100吨来计算 这样算下来 每公斤是20美元 这个价格实际上是远远低于现在的火箭的花费的 比如NASA的SLS 每公斤花费超过了6000美元 当然我们说的毕竟是客运 咱们不能简单的把100吨的人发射到天上就完事 我们还需要考虑安全性的设备 舒适性的设备 旅客的行李等等 那为了得到这个更准确的一个票价估计 咱们就用波音747来作为参照物 波音747它最大的载客量是366人 有效的载荷是112.7吨 也就是说每一个乘客需要占用308公斤的有效载荷 按这些数据咱们就知道了 新建至少可以承载325名乘客 那在总花费是200万美元的情况下 每名乘客的成本就是6153美元 这个价格听起来并不是很离谱 在特殊时期 一趟国际航线的经济舱的票价都可能超过这个数 那正常时候周级航行的头等舱的票价在2万美元也很正常 而乘坐新建只需要花费头等舱票价的一半的价格 就能把原来十几个小时 甚至一天多的旅行时间 给压缩到一个小时之内 还能体验一下失众的感觉 这是不是很划算的一件事 更何况即便马斯克他卖5万美元一张票 相信也一定是供兵应求的 毕竟你还去了一趟太空呢 这还别说还能省出来一天的时间来 对有些人来说 时间就是金钱 省一天的时间就相当于省出了208万的 而对于马斯克来说 5万美元一张票 就意味着非一次的收入是1425万美元 就算他制造新建去火星 可能挣不回来成本 但是在地球上就能把钱都挣回来了 那随着成本的继续降低 新建最终一定会干掉所有跑长途的飞机 那传统的航空公司 是不是还能在短途航线上独霸一方呢 毕竟咱们不可能为了跑一个一两千公里 就去发射一次火箭吧 但是马斯克他貌似也没有给短途航线 留下太多的机会 这时候就是Hyperloop 以及The Boring Company登场的时候了 Hyperloop翻译成中文叫做超回路列车 或者可以叫它超级高铁 它是一种在真空管当中运行的列车 看起来很精巧把它叫做胶囊列车 也许更贴切一些 由于它运行的管道被抽成了真空 因此呢运行的时候几乎就没有空气阻力 这就让Hyperloop快速而且高效 理论上它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公里 而我们平时乘坐的国际航线 它的巡航速度一般也不过就是900公里 Hyperloop的初步设计文件 由马斯克的特斯拉以及SpaceX这两个公司共同完成 并且在2013年8月开源了 也就是公开给大众 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 特斯拉的专利其实都是开源的 马斯克曾经在博客当中说过 特斯拉不会对任何真诚的使用我们技术的人提起专利诉讼 至少从这点来看 马斯克在对为世界提供可持续的能源上 给公众还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与Hyperloop相关的有好几家公司 其中有一家叫维珍Hyperloop的 在2020年的11月 他们首次进行了人体的试验 当时的速度是172公里 当然现在的Hyperloop只是处于一个很初级的阶段 远远比不上新建的发展 因此对于运营短途航班的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来说 他们还是幸运的 不会马上被当作一个淘汰的对象 不过估计这也是迟早的事情 马斯克曾经预言Hyperloop将在未来的几年 就会取代飞机旅行 其实短途旅行 飞机就快不了多少 体验又不好 反正我在有高铁的地方 就绝不会乘坐飞机的 马斯克的另外一家公司 The Boring Company 翻译成中文呢 可以叫它无聊的公司 也可以叫它挖洞公司 因为Boring这个词 它既有无聊的意思 也有挖洞的意思 这个很有马斯克起名的风格 比如它新建之前的名字 叫做BFR 就是一个非常受大家喜爱的名字 据说它把BFR改成Starship之后 还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呢 这家公司的目标 简单来说 就是在地下挖隧道 使用的电动百度车 以2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运送汽车 行人和自行车 这个隧道将来也可以同时用来运行Hyperloop 今年5月25日 无聊公司在拉斯维加斯会议中心下面的隧道里 就进行了首次运行乘客的展示 不过目前的演示还很初级 实际上就相当于用特斯拉的电动车 在运送乘客而已 这个离马斯克的电动雪橇的这个设想 还相距比较远 那马斯克自己到底是怎么样计划的 这个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 他正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 来统治所有的运输业 就不仅仅是在地球上 也是在太空当中 你看不管你是想去哪里 不管你是步行还是开车 或者是国际旅行 甚至是飞到另外一个星球 马斯克都能给你提供服务 而这一点 想起来其实令人有一些担忧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出现一个 强大而有力的竞争对手 实际上一家独大 它永远都不是一个好现象 好了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 我是Axton 关注我不错过有趣有用的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